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认识了原始时代的人类 他们住在山洞里 整天要去荒野打猎 还经常为了猎物打架 可现在的人类变得很不一样哦 大家住在城市里 有吃的 有喝的 每个人都讲礼貌 讲规则 和和气气的生活在一起 从野外到城市 从原始到文明 人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 城市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哈哈哈哈 大家也很好奇吧 那接下来 古比就和小朋友们 一起穿越时空隧道 回到五千多年前去看看 时光隧道请打开 咕噜咕噜后 在五千多年前 人类并没有像现在这样 固定住在一个地方 他们经常一群人聚在一起 今天跑到这里打打猎 明天又去另外一个地方摘摘果子 走到哪里就住在哪里 可是很多时候 人们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经常找不到东西吃 就只能饿得肚子咕咕叫了 这样的生活太不稳定了 人们希望自己可以安定下来 每天都有充足的食物吃 后来呀 人们突然发现 平时收集的小麦种子 撒在土地上后 过了一段时间 就会长出了绿油油的麦苗 慢慢的 人们就学会了种植粮食 同时呢 他们发现一些小羊 小猪特别温顺 于是也逐渐学会了 饲养小动物 可不管是种田 还是养小动物 都需要充足的水分 所以呀 人们开始寻找 有水源的地方住下来 这样不仅可以灌溉农田 也可以解决自己和小动物们 喝水的问题 人类好不容易找到了 适合居住的地方 可没过多久 问题又出现了 你看 一群凶猛的野兽冲了出来 左一下踩坏了地上的庄稼 右一下又叼走了 饲养的小动物 这下该怎么办呢 为了抵御野兽 人们纷纷在住的地方 围上了一圈篱笆 就这样建立起了最早的村庄 后来越来越多的村庄出现了 可有一些村子里的人特别坏 他们不想自己劳动 就跑到其他村子去偷别人的食物 真是太过分了 人们一看篱笆 拦住了野兽 但挡不住坏人 于是就在篱笆外面 建起了高高的城墙 这下好了 有了城墙 野兽和坏人都进不来了 所以就有越来越多的人 住进了村子里 房子的数量也在增长 整个村庄就变得越来越大 城市就慢慢形成了 城市形成后 给人们带来了安全 也让大家的生活变得稳定下来 可是虽然人类在城市里慢慢裹上了安稳的生活 但他们还是遇到了很多很多困难 接下来我们先到2500多年前的中美洲 去看看住在那里的玛雅人 他们遇到了什么难题呢 在中美洲的土地上 有一片非常茂密的热带雨林 住在这里的玛雅人 一直在为粮食的问题哭闹着 要想庄稼种得好 就要有充足的雨水 可老天爷经常不下雨 种庄稼的土地都变得越来越干旱了 这下该怎么办才好呢 这个时候 玛雅人想起了天上的神灵 他们相信神话中的雨蛇神 能给人们带来雨水 所以他们希望神灵可以保佑自己 为了表达自己对雨蛇神的尊重和诚意 玛雅人就用石头做成的工具 乒乒乓乓地在城市的中间 建起了一座高高大大的金字塔 玛雅人就在这里 给雨蛇神献上各种礼物 向他求雨 希望雨蛇神给大家带来丰富的雨水 今年的庄稼可以有好的收成 可慢慢的 玛雅人在种粮食的时候 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有时候他们在冬天拨下了种子 可种子没有发芽 他们感到很奇怪 咦 难道冬天是不能拨种子的吗 那什么时候才是种庄稼的好时机呢 没想到 天上的星星告诉了玛雅人答案 玛雅人发现 天上的星星每天升起来 再落下去 一天就过去了 很有规律 玛雅人看着看着就想到了 哎 可不可以按照这些星星的变化 来确论 来确定种粮食的时间呢 于是玛雅人就建造了一个圆圆的天文观像台 开始观察天上的星星 时间长了 他们就慢慢发现了太阳 月亮 还有其他星球运转的规律 而且还算出了一年有365天 于是玛雅人根据自己的观察写了一部十分精准的玛雅历法 有了这部历法 玛雅人就能合理的安排自己种粮食的时间 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拨下种子 什么时候能收获粮食 哇 玛雅人真是聪明 古比真是太佩服他们了 后来 玛雅人又发现了很多种专家的办法 他们想把这些办法记录下来 传给自己的子军后代 于是就发明了复杂的象形文字 这些文字就像画出来的图案 长得丝丝方方的 古比认真琢磨了很久 一个字都没有看懂呢 人类的粮食问题得到了解决 生活也过得越来越好了 可人类还是不满足 他们觉得自己平时除了工作干活 没有其他事情做 实在太无聊了 下面我们就穿越到欧洲的庞贝古城 看看那里的古罗马人 是怎么刚走无聊的 我们马上出发 咕噜咕噜 两千多年前 在蓝蓝的地中海旁边 逐渐出现了一座雄伟又壮观的城市 那就是庞贝古城 城里的古罗马人生活过得十分富足 他们吃得好 穿得暖 不用像玛雅人一样为了食物的问题忙得团团转 所以呀 古罗马人就有了很多空闲的时间 他们觉得整天坐在家里发单 没意思急了 于是就想出了很多娱乐活动 来让自己好好轻松一下 你看 他们在城里建造了一个大大的圆形剧院 大家正坐在剧院里 观看着两个决斗士的比赛呢 这可是古罗马人非常重要的一项娱乐活动哦 瞧 场上的气氛紧张极了 两个决斗士十分强壮 他们穿着擦得发亮的盔甲 手里拿着航关闪闪的武器 一看就知道 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比赛 除了看比赛 人们没事的时候 也会到热闹的市场逛逛 这里开了很多商店 有卖水果的 有卖面包的 真是应有尽有 另外 古罗马人觉得大家辛苦工作了一天 也该好好轻松一下 于是也在城里建造了公共浴场 累的时候就可以来这里泡泡澡休息一下 真是太舒服了 虽然有了丰富的娱乐生活 可人类觉得还是远远不够 他们开始思考各种各样的问题 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听说欧洲的希腊人就很喜欢动脑筋 走 我们再回到2500年前的古希腊 看看他们是怎么通过自己的智慧来改变生活的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著名的雅典城 这里住着一群非常有智慧的希腊人 在城里生活久了 一些希腊人发现 人们的生活中遇到问题时 总喜欢把问题解决掉就算了 可从来不回头想想问题为什么会发生 所以下一次呀还是会遇到一样的问题 因此有的希腊人变得细心起来 他们开始观察生活中的小事情 想找找其中的小规律 结果就有了很多新发现 比如一个叫欧吉里德的数学家 他就注意到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线条和形状 于是就观察了很长一段时间 写出著名的几何原本 大家都把它叫做几何之父 又比如一位叫做阿基米德的物理学家 他在洗澡的时候 看到水哗啦啦的从澡盆里溢出来 突然灵机一动 就这样发现了福利的存在 这些爱动脑筋思考的希腊人呀 不知道为世界的科学发展 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呢 不过也正是因为希腊人都喜欢想问题 很快呀 大家发现 每个人脑子里想的东西都很不一样 你说你的 我说我的 大家都觉得自己说的对 吵来吵去 谁也不服气谁 这该怎么办呢 于是希腊人细细琢磨 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 不如建立一种民主制度 让大家学会尊重每个人的看法 这种制度规定呀 城里的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参加公民大会 开会的时候 人们就聚在一起一块讨论国家大事 最后大家举手投票 看看谁出的主意最好 对国家的帮助最大 同时呢 公民们还有投票选举投领的权利哦 就好像小朋友们在班里选班长 你一票我一票 票数最高的人就是大家选出来的班长 道理都是一样的呢 正是这样一种民主的制度 让希腊人更加关心自己的生活 把国家治理得更好了呢 好了 今天的旅程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赶快回到历史小基地里 把学到的知识好好记下来 人类学会了种植粮食和饲养动物 建立了村庄 后来村庄变得越来越大 城市就慢慢形成了 城市形成后 虽然人们的生活安稳下来 可还是遇到很多困难 比如玛雅人为了解决粮食问题 创建了金字塔和天文观像台 而且发明了玛雅历法和文字 而古罗马人建造了原型剧场等等建筑 拥有了丰富的娱乐活动 让生活不再无聊 希腊人学会不断思考 不仅推动了科学的发展 同时也建立了民主制度 把国家治理得更好了 人类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创造出了很多很多东西 逐渐就形成了人类早期的文明 大家真棒 不知不觉我们的第二个课题也完成了 这期节目我们一起探索了城市形成的过程 也看到了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 下一期节目 顾比就继续带着大家一起到神秘的四大文明谷国看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